我們很清楚的就是知道我們不在實際上 我們需要有一個伴侶 一個spouse 我們可以務上幫助 這個就是我們先去叫 後來我們有從這個經文跟其他的經文 我們就是有這個sacrament這個姓氏 女病這個分配性是Holy Matrimony 在這裡我們最重要要知道了 這個是天主要我們一男一女的折扣 當然我們人間女病 男跟女女跟男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發生 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很多時候因為我們過去不明白 一男一女的折扣是永遠的 是天主吩咐我們要做的 但是我們不明白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在人的角度裡邊 我們就犯了錯 但是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我們犯錯以後 我們要明白我們犯錯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對方還是自己 我們要好好的思考 我們要是有這個基督信仰以後 我們要從基督信仰裡面來反思 但是我們對分認這個問題 這個情況我們是應該怎麼樣處理 在這個分樂方面 天主教是看的是比較重要的 是因為是我們天主教的看法 不准管理事 天主教主也好 相信的也好 不相信的也好 人類的一男一女的結婚 都是一個永遠的這個盟約 是總的來說是不能分開的 但是因為我們談到盟約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從《就業聖經》裡面 天主給我們很多的盟約的事 我現在就希望阿托克哈姆跟我們講一講 幾個比較重要的盟約 這個阿托姆一犯罪以後 天主再給我們這個機會 阿托克哈姆給他這個世界上對待的順德的人 這個麻煩你跟他們用三分鐘的時間說一說好嗎 那剛才讀這一篇就是《四保禄中途》 解釋了天主的愛是遠遠超過我們的 在《創世紀》裡面我們最重要的知道 天主造這個世界 最后又造了人也是對人的一份愛 他不是需要 他願意人可以分享他的永遠的幸福的生命 但是原罪就改變了這個計劃 雖然如此 天主一樣給我們一個記號 說將來有一個女人 她的後裔要踏碎魔鬼的頭 魔鬼也想咬他的後跟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 耶穌基督是馬利亞的孩子 他要踏碎魔鬼的頭 魔鬼只能傷他的腳跟 因為耶穌在世為我們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那這個可以說是天主給我們一個許諾 也不完全是謀約 但是後來他的計劃中 人在犯罪以後沒有天主的幫忙的話 真的罪惡滔天 那最後他是召叫了亞巴朗 要他可以以信仰天主為基礎 生活出對天主的一種 滿權天主對他的期盼 但是亞巴朗在最初的時候 雖然他很爽快地聽了天主的話 就離開就離開了 但是他那個前面的幾年 很多事情我們中國人都覺得 怎麼會這個樣子 他還是信德之父 這個不要緊 因為他慢慢慢慢地是可以完全信賴天主 天主給他的盟約是什麼 他的後裔會像天上的沙那麼 星星那麼多地上的沙那麼多 他就是要完全相信天主 天主一次又一次地跟他說 要相信 他也相信 而且最後他有一點不是完全相信 天主就跟他立一個盟約 立個什麼盟約 叫他把動物跟什麼都放好 他在那裡等 等到黃昏以後 有火 天主把那些動物通通燒掉了 而且跟他再聲明 將來他的孩子要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有人提出來 亞巴朗自己並沒有說他會怎麼怎麼樣 天主是單方面的跟他說了 我將來會怎麼樣保護你 就是他要信天主 他最後的信仰天主是天主試探他 把孩子在90歲100歲才有孩子 自己太太生的孩子 那後來又說要把這個孩子寄陷給天主 亞巴朗一樣聽命了 但是天主並沒有叫他殺自己的孩子 只是要撕探他的心意而已 所以在這個 從這一點來看 天主對人的愛 我還遺漏一點 就是人犯了原罪 被趕出了那個地堂以後 天主給他們一人做一件皮 這個一句就表示天主對他們是多麼的愛護 因為他們原來只能用無法果葉遮羞 但是天主知道那個不夠 給他們一人做件皮 所以我們要記得天主對我們的愛 從創世紀以來的記載 都市記載 天主願意愛我們 而且甚至於要 花所有我們想不到的方法來愛我們 給我們定盟約 也是要我們知道怎麼樣才能夠回到天主的身邊 能夠得到他永遠的祝福 我想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一些吧 總的來說 天主跟我們的關係就是愛 因為天主本身 天主三為一體 他們物上的關係 天主叫信仰 我們就是用愛這個concept 來了解天主三為一體 三為一體這個mystery的一個方法 當然有其他的解釋方面的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他們說我們天主教用這個愛 來做我們的宗教信仰的最重性 用愛來解釋這個天主三為一體的事 這個我們要從性經裡面 不同的語言裡面 不同的語言裡面 我們就可以多看一點點 祈求天主 Holy Spirit給我們這個神音 可以接受這件事 這個是我們這個信的 這一個很重要的事 我們永遠都不了解 為什麼是三也是一 但是這個是從我們的信經 從我們的傳統裡面 我們的教委 就是這樣的上信 好嗎 這個trinitarian God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需要了解的事 這個也是我過去常常跟你們說的 我們的基督信仰 最重要跟其他的宗教分別的地方 我們是一神 我們所相信的神 是trinitarian God 這個要是你要往下去了解的話 就是要多看心經 我們來談也談不出來 但是你要是用這個 愛這個教道來談的話 我們就是說 尼多瓦神 God the Father 就是愛這個本身 尼多瓦神的子 就是我們說這個耶穌 耶穌基督 他也是神 他就是這個愛的流動的事 然後怎麼樣傳送了 就是我們這個Holy Spirit 聖神幫我們 這個說起來是比較困難的一回事 但是你多看心經從裡面 你們個人的處理 在這個帶前提 這個愛這方面去看 理論上 你們應該可以看多一點點 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你們12個月 3月份 就是有很多 你們中間就要接受這個基督信仰 你們要接受這個基督信仰 但這個帶前提 最重要一點 你們就是要相信這個 Trinitarian God 好嗎 其他人有沒有補充 Fanny 有沒有補充 你個人的看法 Fanny 我想分享一下 這個 Trinity Love 這個信神 其實就是天主的愛 這個unity of love 就是天父跟聖子 他們合起來 這個動力 就是這個信神的動力 信神就是把耶穌跟他父親的愛 合在一起 天主的愛就在這裡 所以我觉得这个twinity的关系 大家可以有时候想一想 每一个person of God 这三位每一个都有不同 有一些不同的function 作用 天父就是因为他爱我们 所以创作了我们 然后后来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 把他的耶稣来到 真正的教导我们 我们每一天都要依靠这个新神来生活 带给我们这个动力 我觉得这个power of love就在这里 好,谢谢 整个基督信仰里面 我们天主教 对这个trinitarian God 用爱这个方法来处理的话 是比较高的 比较困难的 你们要明白的 但是我们基本上 要是用我们的人的生命 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爱是怎么样 我们 结婚以后 我们对我们的伴侣 这个爱是怎么样 我们有孩子以后 我们的孩子的爱是怎么样 有一天 他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 你在这个角度来看 然后提高一点 为什么要提高一点 因为要是我们相信 我们是必造的 我们是相信 我们人类跟全世界是一个 有这个creator 创造者 我们是必住物 在这个必造物 在这个方向来处理的话 这个就是很容易了解 这个我们可以说一把切 一千次 都是用这个方法去简单的 creator 跟creature这个关系 用这个来 看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样 好吗 刚才呢 刚才呢 这个是 Gennifer跟我们读出来 这个爱的中 要是我们在生命里边 要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跟 天主要求他帮我们 但是我们也可以 在围到Fiscal Reven 加林多前书 十二章 十三章 十三节里边 这个爱片 多看看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心情 将我们的烦恼 杠杀来 我们就是用 Paul Sing Paul跟我们 在Fiscal Reven里边的 他的语言 能够帮我们要处理 我们在 在爱方面的 跟爱天主 爱人 爱我们的孩子 爱我们的伴侣 爱我们的父母 在这方面可以多一点的思想 好吗 好 今天的这个福音书 就是六家福音 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 读一读 有谁 有没有人 没有人 我就要你们 Judy Wang 可以吗 可以 看得到吗 好 看得到 好 麻烦你 慢一点 慢一点 好 他便开始对他们说 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 今天应验了 众人都称赞他 经其他口中所说的 动听的话 并且说 这不是 洛舍的儿子吗 他回答他们说 你们必定要对我说 这句俗话 医生 医治你自己吧 我们听说你在 葛法温所行的一切 也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吧 他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先知 在本乡受悦纳的 我据实告诉你们 在 格里亚时代 天壁塞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起了大饥荒 在以色列 原有许多话说 好 谢谢 谢谢 有没有难得跟我们念 刷片的 有没有难得 没有啊 Andre Andre 好的 好 宝宝 对 厄里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中一个那里去 而只到了 契尔 扎尔 契东扎尔 契东扎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 在 厄尔首先知时代 在以色列有许多赖病人 他们 终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只有叙利亚的 纳阿曼 在会谈中听见这话的人 都 愤怒 恬心 起来把他赶出城外 顶他到了山崖上 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了 好 谢谢Andre 这个路加呼应 总的来说 我可以看得出来的 比较重要的 二十二句 就是其他的人问 你也不是尤世的儿子吗 就是 因为耶稣 出来 三十岁以后 出来在 Galilea 附近 要推荡 他对 耶稣 神 他的父 要他在 西上究的社 但是很多人 对他没有 这个信心 为什么 我就是我们上一个星期 我上一个星期 我上个星期玩了以后发给你们 要是你们有看的话 我发给你们一个很大的胶片 上面有这个 INRI 对吗 耶稣是 耶稣是 拉撒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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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耶稣的神 我们要 知道了 因为上一期 我们就问你们 你们知道 拉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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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 你们很多都忘记了 也可能我们过去 总的来说 因为我们 我跟其他很多都是 年纪少的时候 要先给我们这个恩典 我们已经相信 但是我过去跟你们说过 我假设年纪少的时候 相信 但是忘记了40多人 在后来才可以多一点的知道 因为你们三月份就要洗礼 我就要多说一点点 拉撒勒这个字 对你们来讲不重要 但是后边的意思就重要了 因为很多是基本上 我们应该知道了 我们说的耶稣基督 耶稣这个人 是在哪里出生的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说广东话的你们知道不要说 巴黎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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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巴黎恒是一个小圈章 是听听说的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找不到饭店 他们要在一个山外的一个马桥里面出生 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故事就是说 耶稣的出生是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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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在很好的环境里面出生了 这个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 我们的出生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我们有生命以后 将来可一两个旧的事就做出来 这个是在耶稣出生在什么地方 这个情况不重要 对吧 耶稣出生以后 我们在圣经里面 看得很少很少 他童年的事 他童年 是在哪里住的 他的母亲 跟养父 Joseph 跟他的上母 Maria 是在哪里 地方住的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耶稣出生 OK吧 Catrix 是不是Catrix OK 是在Lazar Lazar 是一个很少很少的圈章 耶稣 从童年 到三十岁 我们只可以在圣经 看到他年少的时候 去个犹太人的 信殿 里面 是很短很短的事 我先在这儿 它间再对你